大家好 欢迎回到市区社 都说警察是正义使者 有着浩然正气 邪随鬼魅看到都要惧怕三分 不敢接近 但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 在当时负面影响很大 连警方内部都弄得人心惶惶 1997年的台北市大安分局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型脏务库 所以有些涉案车辆 就直接停在警局的地下车库内 然而没想到的是 自从一辆白色涉案车停在这里后 诡异事件便不断频发 不少晚上值班的警察 在下班后来到车库时 总能听到女子的哭泣声 甚至有人看到白色的影子飘来飘去 吓得大家都不敢去取车 很快 此事引起了高层注意 他们请来了法师做法 但仍然没有效果 直到相关案件的凶手 被判死刑 涉案车辆被销毁 这里才又重新恢复了平静 那么这辆白色轿车 究竟涉及到了什么样的案件 这哭泣的女子又是谁呢 事情原委还得从一宗失踪案出起 90年代的台湾 经济处于腾飞时期 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 在这样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年代 人们的休闲娱乐思维也越来越普及和开放 台北的不少巷子里 五听伶俐 灯红酒绿 而在这里上班的五小姐 素质和交际手腕都是一流 前两年 有部很火的电视剧《华丹初上》 就很好地还原了当时这种纸醉精密的生活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五小姐们穿梭于各种客户之间 如鱼得水 慢歌慢舞喝慢酒 他们出卖的就是两个字 暧昧 花名叫春子的秋明春 是米高梅餐厅的红牌五小姐 她不仅长得漂亮 嘴巴也甜 对于五听里真情假爱 假戏真做的手段 玩弄得十分熟练 并且她对待工作非常认真 在五听上班的七年里 除了春节会回家陪父亲吃个饭 休息一下 几乎是全年无休 这是因为她从小家庆贫困 母亲又在她和姐弟年幼时 离家出走 抛夫妻子 全告父亲打工挣钱 养活他们三姐弟 所以她将金钱看得特别重 这些年拼命工作也小有积蓄 然而 这个敬业的红牌五小姐 却在1997年4月7日这天请假了 理由是有朋友来访 从此以后 她阴性全无 如同人间蒸发 邱敏春的姐姐 好几天都联系不上对方 非常担心 于是她先去了五听 询问妈妈桑 了解到妹妹 自从4月7日请假后 就再也没有去上班 随后她又找到了 邱敏春居住的地方寻找 但家中也是空无一人 房屋内没有被破坏和侵入的痕迹 屋内收拾得干净整洁 东西也都没有被人翻动过 她想到如果妹妹还活着 那她一定会去银行 取钱生活 姐姐于是又去银行 询问妹妹的取款情况 结果发现 妹妹虽然不见了 但是她的账户 一直都有取钱的记录 感觉事情不妙的姐姐 于是通过同学的介绍 直接从彰化北上 找一名陈信警员报案 并且她还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和线索都提供给了警方 训着银行取钱记录这一线索 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 结果发现 除了第一笔 是邱敏春在请假的第二天 自己去银行取了十万块以外 之后被人取了多次款 总计约四十多万 而每次取钱的 都是不同的陌生女子 警方在询问了 米高梅的妈妈桑后 她表示 这些女子她都不认识 也都不是米高梅 舞厅工作的小姐 这可就奇怪了 这些女子究竟是谁 她们怎么会有 邱敏春的银行卡和密码呢 而更奇怪的是 警察发现 这些取钱的女子 都是从一辆白色轿车上下来的 并且这辆车每次都停得很远 似乎是为了刻意躲避 监控摄像头的拍摄 这些女子从车上下来后 再步行到银行取钱 尽管监控 无法拍清车牌号码 但警察一眼就辨认出 这是一辆别克品牌的轿车 因为在那个年代 开这种高级进口车的并不多 一般都是有钱人才开得起 而别克车的标志也很好识别 这样的话也算是缩小了一半的调查范围 就在警方努力放大分析车牌号的时候 邱敏春的姐姐又提供了一个重磅消息 与其说这是一个重磅消息 不如说是一个神奇的信息更为贴切 邱敏春的姐姐告诉警察 自己刚刚过世不久的奶奶托梦给她 说妹妹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要她注意一辆车牌尾号为79的白色轿车 实际上这个毫不科学的信息 并没有让警察放在心上 在分析车牌的同时 他们继续寻访白色别克车的下落 警方再次找到米高美的妈妈桑 询问她有没有客人曾开过这款车 这次妈妈桑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的确有这样一位客人 他是被大家称作洋仔的杨金河 而这个杨金河 其实已经在警方的调查名单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正是邱敏春通话记录上最后一个联系的人 通过这些信息 警方进一步追查她的车辆 而令众人大吃一惊的是 她开的别克车尾号正是1079 杨金河45岁 是一名前科累累的帮派分子 也是米高美的常客 当下一切线索都指向了她 显然她与邱敏春的失踪脱不了干系 于是趁杨金河再到武厅消费时 警方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此时 她正带着两名武小姐外出吃宵夜 面对警察搭监询问 杨金河全身抖入筛糠 随后 她被带至警局征询 而她那辆白色别克车 也被一并开回了警局 然而 到了警局的杨金河反倒是冷静了下来 也许是发现 警方并没有掌握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她开始变得淡定自若 警方询问道 邱敏春人呢 杨金河回答说 没有联络了 并且她表示 自己并不知道对方去了哪里 眼见从她嘴里 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警方值得将目标转向了别克车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可没想到 在大安分局停车场里 任由见识人员怎么搜寻 都在这辆别克车上 找不到一点相关的记诊 几天过去了 杨金河越发嚣张 声称自己是口腔癌末期 随便警察怎么行求 他也不怕 而媒体都集中在了警局门口 这加大了警方的破案压力 大家都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这个时候 灵异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在搜证过程中拍下了车内照片 此时洗了出来 上面竟然隐约浮现出了一个女子的头像 警方马上招来邱敏春的家属查看 他的姐姐一看就惊呼起来 正是我的妹妹啊 这不可思议的情况 犹如给了办案警员一记强行针 他们不死心 决定再对别克车进行搜索 而这时 他们想到了此前一个忽略的地方 备胎 当备胎被拆卸下来后 里面赫然出现了一包东西 包括邱敏春的存折印章银行卡 这下算是人赃并货了吧 警察将这包东西扔到杨金河面前 看看他还能怎么抵赖 但杨金河态度强硬坚决不认 他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邱敏春 是在一个月前 当时邱敏春找他借钱 但他拒绝了 最后二人不欢而散 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警方反问道 如果他来找你借钱 干嘛要带着这些东西 他们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车里 这问的杨金河哑口无言 最后 他见实在无法谋混过关 便对警察说 你去找这个人来 我就交代 而这个人是杨金河年轻时 辖区警局的一个所长 很照顾他 办案警员一看 这个人目前已经升到了督查 他们给对方办公室打去电话 想要请求帮助 然后对方却并不在 疑问之下 巧得不得了 这名督查正好在大安分局查清 当杨金河一见到这名姓谢的督查时 立刻下跪痛哭 承认自己已经把人给剁了 督查随即让他配合警方办案 交代自己的罪行 在此情形下 杨金河终于将自己的犯案经过 河畔拖出 杨金河声称 自己在4月7日约秋敏春出场 一起去度假屋游玩 让他跟公司请假 费用再单独算 所以当天秋敏春跟妈妈桑请了假 但实际上 杨金河真实的目的并非约会 当时他出狱不久 手头非常紧张 两人认识了五六年 平时在秋敏春身上陆续也花了不少钱 所以他是想借这个机会向对方借点钱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他想对方应该不会拒绝 当天下午 他们到了露营区的小木屋 进屋不久 杨金河就倒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由于地球交易势单力薄 面前又是一个把监狱当成家的不良分子 秋敏春无奈地答应了他 随即在8日凌晨一时许 由杨金河开车 将他载到银行提取了10万元现金 可杨金河想要的可不止这一点 他再次将对方强行押回小木屋中严加看管 并以胁迫等手段强迫秋敏春交出财物 同时逼他说出银行卡的密码 在此期间 秋敏春被迫说出了密码 但不肯交出财物 并且还甩了杨金河一巴掌 杨金河没想到 对方居然完全不顾昔日情分 恼秀沉怒的他死死掐住了对方脖子 直到5分钟后 秋敏春口吐白沫窒息死亡 他才松手 最后 杨金河一不做二不休 开车出去买了菜刀 将秋敏春带到木屋附近的河边 肢解分尸 由于用力过猛 菜刀都被他砍断了 在做完这一切后 他随手将刀往河里一丢 想着这湍急的河流 能帮他消灭罪证 然后 他将尸块分装成几袋 开着车 沿路丢弃在北夷公路的深谷中 由于担心头颅和身体丢弃在一起 会被人认出身份 所以直到他将车开到市区 也没想好怎么处理装着头颅的袋子 此时已经是早上 于是他干脆先找了家店吃起早餐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对面停着一辆垃圾车 司机也下车去吃早饭了 他便直接将装着头颅的袋子 扔进了垃圾车中 在此后的几天里 杨金河利用不知情的几个五小姐 分次盗领了邱敏春银行卡内的钱财 根据杨金河交代的口供 警方先是来到小河边寻找凶器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在水流这么急的地方 大家都不太抱有希望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下到河里没走起不远 警方就找到了这两块断掉了菜刀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当他们在北夷公路深谷中 怎么都找不到被丢弃的尸块时 带队的队长拉出杨金河 让他下跪焚香道歉 忽然之间 现场刮起一阵寒风 令人不寒而栗 这时 其中一名搜索队员 手里的镰刀脱手而出 而掉落在草丛中的位置 正好就是尸块丢弃的地方 这一切都显得如此不可思议 仿佛警方想要什么证据 都能马上找到 冥冥之中 就好像邱敏春在帮自己身援 但那颗头颅 由于无法查到具体的垃圾车 尽管派出了20多人 在垃圾厂翻了三天 最终也没能找到 虽然部分尸体被成功找回 但由于腐烂严重 在身份确认上也让警方未来 这个时候 邱敏春的姐姐又找到办案警员 并告知对方 妹妹给自己脱目说 她还有个脚没有烂掉 在随后的解剖检验中 也证实了她的这一说法 最终通过这支完好的脚掌 完成了身份比对 就这样 在各种不可思议的巧合下 警方顺利地侦破了此案 而杨金河也在此后被判处了死刑 但为了拖延死刑的执行 杨金河却又反过来指控警方 对她进行刑讯逼供 而作为重要物证的白色别克轿车 也因此一直停在 大安分局的地下停车场 并出现了开头所说的 一系列诡异事件 直到1999年 杨金河被枪决伏法 车辆报废处理 警方请人为邱敏春超度后 这一切才逐渐平息下来 虽然案件就此了结 但围绕着邱敏春的死 却引起了更加令人唏嘘的后续 还记得那个抛肤弃子的 邱敏春妈妈吗 丢下儿女 二十几年不闻不问的她 居然在女儿死后出现了 她的出现 不是为了替女儿跑回公道 而是为了和另外的子女 争夺邱敏春的遗产 为此 她甚至于大女儿 拳脚向家 闹上法庭 邱敏春努力工作 拼命赚钱 却年纪轻轻死于非命 她默默积攒下了高达七千万台币的巨额财富 也许是期待着有一天 靠这些钱能有个华丽的转身 但终究不可能再成型 这一切仅仅变成了检验人性的试金石 此案发生年代久远 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的不可解释的超自然 或者是灵异现象 从现代的角度去分析 很多细节都值得商榷 有可能是警方在破案中或者破案后 为了起到相关震慑作用 而编造了一些善意的谎言 当然 还有一些情况也能解释得清楚 比如多年以后 有人分析 照片洗出来以后 为什么会出现受害人的头像 经过科学的分析 相机在之前被受害人用过 拍过大头贴 而重新拍摄以后 出现了一些二次曝光的情况 所以在车辆照片的时候 出现了之前拍摄的照片的敌影 面对案情的侦破 我们还是应该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去面对 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